10月份的最后一天,中国足球又出新门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的罚单来了,其中对于鲁门外援塔尔德利的处罚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足协助罚通告中写到,2018年10月28日,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27轮场是216场,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对于山东鲁门泰山足球俱乐部队的比赛在上海市上海体育场举行。 根据比赛视频,山东鲁门泰山足球俱乐部队,9号球员塔尔德利在赛前奏唱国歌时,举止不专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为此,塔尔德利被停赛一场,实际上,按照这样严格要求,梅西早就应该被禁赛了。 可是他没有,塔尔德利在比赛前的奏唱国歌时,用右手戳了脸,然后又抹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这样的动作被认为是不专重,所以被禁赛。 实际上,足协严格管理是没错的,就因为这么一个可能是下意思的动作,就停赛一场是不是有些不妥呢? 为此,广大网友也展开了讨论,他们有的支持足协,也有人反对,其实奏国歌时,做这样的动作塔尔德利的行为是不妥的,但达到禁赛的程度,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 其实出现此事后应该先警告,然后是罚款,直接就进赛了有点过度,看塔尔德利在今年世界杯上,在阿根廷和克罗地亚赛前奏阿根廷国歌时。 梅西同样也有类似的举动,他揉脸无嘴的时间更长,不过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实际上,就影响程度梅西的更大。 毕竟梅西是在奏阿根廷国歌时,他有这样的举动,对此,有人评论到,阿根廷之所以差,主要就是管理不业啊,梅西必须被禁赛,那么迪巴拉出场也许会创造奇迹呢? 看梅西实际上,在上赛季的CBA联赛中,就发生过球员不庄重的事件,看层文顶曾经在上海队效力,现在四川队效力的层文顶,在升旗奏歌环节中也表现得不妥。 为此,没有人回应,同样CBA州也没有处罚,对于这样的行为,应该足夕和蓝写下文通知,做出明确的规定。 明镜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standing th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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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